该法所谓保护措施呈现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 是美国大搞经济胁迫的右翼例证 美国如何发展自己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应当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 符合公开透明非启示原则 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不应为中美正常的经贸和科技交流合作设置障碍 更不应损害中方正当的发展权益 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 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坚持把国家和民主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任何限制打压都阻挡不了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的步伐